美国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的梦幻邮轮海洋复利号 星期一早上突然发生火灾 所见船上3000多名乘客还有工作人员都安然无恙 程公司表示将会对乘客全额退飞 星期一凌晨2点半旅客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海洋复利号船尾甲板突然传出火警 经过工作人员的奋力扑救 大火在凌晨4点58分被扑灭 2224名乘客796名船员当时被迫疏散到甲板上 准备搭乘救生艇逃生 所幸火势最后被扑灭无人受伤 事件中有两人在惊吓中晕倒 其中一人有血压升高的迹象 另外一人在疏散过程中发生腿部抽筋 海洋复利号之后在美国海岸防卫队护送下 抵达巴哈马的自由港 等待修复与失火原因调查评估 海洋复利号所隶属的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 也派出高层主管前往巴哈马与乘客会面 预计2224名乘客会在28号 由巴哈马坐飞机回美国巴尔地摩港 同时全额退款 不过这场突如其来的失火意外 确实让乘客感到游幸大减 新唐人记者 周琪综合报道